枢纽绿洲脉动扬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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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解决扩容体制新增的交通压力 并通过交通重组释放空间 挖掘景观塑造潜力 打造高效TOD家的弯曲绿书 是本次设计的核心议题 枢纽新生 规划通过高品质绿色综合交通体系 以应对未来高强度的枢纽交通和城市开发交通 提升一 提升一 方案通过抬升轨面带来新的交通空间 围绕铁路站坊紧凑布局交通衔接设施 提高换乘效率 提升二 上进下出 设置南北两个阳光换乘大厅 组织地下二层至地上三层的交通铃换乘 同时三层西侧 可直接接驳内环路方向 倒战车流 下进下出 设计在地下一层地铁换乘大厅 设置地铁与城际的快速换乘入口 为多种轨道间的公交化一体化管理 和下进下出最短流线创造条件 提升三 枢纽南广场采用一个大循环 加两个小循环交通组织 优化临河西路至临河中路隧道 使其于改造后的内环路 至广源快速主线隧道相衔接 引率入城 规划通过对交通重组 带来的新的城市景观空间的重新塑造 引率入城 青山入城 广州东站犹如生长在其中的宝石 城市绿色渗透入站 通过多维链接 多维绿色渗透 凸显青山入城的城市格局 TOD加产城融合 设计将高强度开发 则集中在西北侧白地区域 脉洞扬成 设计整合并重构 区域公共领域的空间与活力网络 广州东站将重新展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栈梁